土城區清雲里里長廖特欽帶著環保志工 不怕回收物髒又亂 連續多年每個禮拜固定進行資源回收工作 里長帶頭做志工看了當然跟著一起做 才能讓環保資源回收做得好保護地球 同時讓民眾透過做資源回收換取垃圾袋 達到全民做資收垃圾免費收的大好康 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天大概有800多公斤而已 那後來等於一個月大概有3200公斤 也三噸多一點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一個月大概平均都有到8噸 8000公斤的 所以我們的成效非常好 那麼今天所有的成果歸功於我們所有的志工 歸功於所有的民眾 大家的配合跟協助 那麼在這邊也特別呼籲我們各位鄉親 各位民眾都能夠讓我們的這個子孫 享有這個捷徑的大地 資源不斷地在循環救我們這個地球 青運禮設立黃金自收站的回收所得 用於理念建設或是極端救助等公益用途 透過多年來的努力提高環保意識 也改善了環境的整潔 里長最是感謝所有的志工 因為有他們的努力才能有今天美麗的青運禮 我是感覺到說我們做這個事情 里長他都會安排得好好的 有時候會把這個就是說我們得來的那些基金 他就是會激浪救助 很有意義 我是感覺到說我們志工都做得很快樂 好多好多的民眾回想都說很棒很棒 我們這個里長真的服務到家 讓我們日常生活的品質也可以提升 也是要感謝我們的志工也感謝我們的里長 真的大家都是義務在付出 義務在推行這種資源回收的工作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環保一定要做到好 所以說我是寧願犧牲一點時間把它整理 然後交給我們回收站 是這樣子的 也感謝我們里長 好謝謝 里長廖特欽從30歲左右開始競選村長 展開衛冥服務的人生 當目前已經擔任七屆的里長 堪稱是土城最資深的里長代表 除了資源回收還有開設多種課程 里長的用心讓他獲得新北市政府肯定 三次獲選為特優里長 對廖特欽而言 當年的競選承諾一直都在 要為清雲里服務一輩子 中央新聞李立如亮弦土城報導